为了支援2018花卉博览会的业务 农业局在先前就提出 希望可以增加6名人力 进入花博办公室 直可惜在第一阶段议会审查 就遭到删除 直到这几天 议会开始进行追加减预算 农业局再度提出需求 总算获得多数议员同意 因为花博的业务蛮旁杂的 包括土地的取得 相关的花博的一些规划 还有一些采购案 将来都要花包 要采购案 那些都是相当 需要很多人力去执行的 如果不增加人力的话 那花博办公室 只靠一个机会支援的 人力不足 希望市长特别 能够增加6个援额 给我们 来协助推动花博的业务 市府为了让花博可以顺利举办 在今年市长来当初 台北花博的总策划人 丁锡庸到台中当顾问 只不过有部分绿营议员 对丁锡庸的做事风格 并不是很满意 认为当初台北花博 扎了上百亿经费 但活动结束之后 能保留下来的却没有多少 1月16号来到现在 也差不多半年了 对半年 刚才我们都跟他 停下风声和快就来 现在要让他们这些专属人力 在白光马乐观齐成 到底 丁锡庸知道我们台中和台北 要买入不同的困难度 这个时间的规划 还有人力的运用 未来经费会不会追加 或者跟台北有什么不同 我感觉他应该来 以为好啊 做个专案报告 议员指出 台中花博面临到的困难 比起台北还有复杂 希望未来可以找丁锡庸到议会 进行专案报告 才能让相关单位 做好事前准备 记者洪嘉宏 等着车了 所以前准备